今天要拍一個Chanel的開箱片 我特地開這條影片給這個包包 這個包包我其實在他們加價之前買的 所以很開心 還有我接下來也會有一個Chanel的mini haul 就沒有以前那個Messive那麼大的 因為之前也說了是最後一個 但我也會做一些mini haul或者單獨那些 就是用手帽擦這個 留在一起擦 很期待 而且我還記得這個是哪個 因為有時候可能買了一段時間 放在一旁就忘記了 但這個我很有印象 因為這個包包真的很特別 剛剛拆了 C帶 還有這個貼了那個貼紙 也是 這個是最後一個 都是用這個白色的袋進去 這個其實是有點像的 想不想到呢 先拆了一張字 這個很漂亮啊 這個 再看看 哇很掛念這個包包 或是很掛念 其實我很想用這個 但還是留下來 開箱給你們 這款式的包包其實每年都會出的 但它上面的charm是不同的 每一年都 而這個就是17A的 就是這樣 而且我覺得這個真的很漂亮 比起其他不同的charm 這個有他們 Chanel CC 還有這個有lock的樣子 然後 它有這個5號 他們的5號 那個香水 還有什麼特別的呢 這個是他們的獅子頭 在右下角這個 還有它也有巴黎鐵插 剛剛看到 是 Paris 在歐洲那邊 還有 還有 我記得這個 對 這個 是一個Chanel No.5的香水瓶 近鏡你們可以看到每一顆的charm 這個 袋子 所有的charm 真的很代表Chanel 因為有時候它出的charm 是完全 不是太漂亮的 之前好像見過有一個 是casino的 我可以放一張照片 是綠色 然後是有些奇奇怪怪的 但這個真的很漂亮 剛剛遮蓋到臉 不要太髒了 這個款式叫做Reissue 它沒有這個CC Logo 這個 比起平時的有些不同 因為近看後面 這裡的皮 是稠皮一點的 但這些款式是很長春的 是可以保持很久的 因為他們本來買回來 就是這個稠的 稠的樣子 所以他們十年之後 其實也是這樣的樣子 而且這條鏈是有點不同的 這個比起平時的 classic flaps 那些 是粗心一點的 這個鏈 而且這個鏈 是他們的Chanel出線的 這個鏈 現在是有一些皮 圍著 在裡面的 也是我喜歡的flap 後面有個袋子 而且這個 不是平的底部 是這樣子 是可以摺起來的 聽說可以去旅行的時候 會很方便 這個 不用怕平時的袋子 會摺 不可以押 但我也應該不會摺 因為 也捨不得 這個尺寸 其實 跟Medium & Large 我最喜歡的那個 我才發現 原來這裡 很漂亮 這個真的 我剛剛才留意到 看不看到這裡 第二隻手指 是有一個Chanel的包包 有鑽石金色的 很漂亮 這個真的 這個尺寸 跟Medium & Large 是差不多的 但不是完全一樣 平時Medium & Large 那個是大一點一點的 一打開 就是一個 深紅色 他們所謂的黑色包包 都是裡面一個深紅色的設計 其實這個顏色 跟平時的Classic Flaps 是一樣的 就是這裡 有一個袋子 可以摺一下東西 裡面 有兩個袋子 中間可以有一個小袋子 可以用來裝塑膏 但我很少說用這些袋子 因為我也不想弄壞它們 還有那張卡 就不展示號碼 裡面 其實看得真一點 看不看到裡面 也有點皺皮 比平時的 因為這個款式 真的比較 本身是生的時候 真的比較殘 所以是正常的 我漏了 它也是Double Flap 這個 它有一個拉鍊 在這裡 我不用這個拉鍊 因為也是那句 不想弄鬆它們的皮 然後這裡也是殘殘的 真的有的 整體很漂亮 這個袋子 這個包包可以這樣 旁邊揹 也可以斜揹 就是這樣斜揹 也很適合尺寸 這個不會太大 如果斜揹的話 我也說到價錢 因為始終你們看過的影片 也想知道 可能包包的價格 那些 是17A 是的 價錢 6800元 再加上稅 要看你住在哪個州 因為這一款式的袋子 比平時的Flap 因為它有這麼多飾物 還有所有這些Lucky Charms的袋子 都是比較貴的 而且他們最近加了價錢 現在在美國 平時我最喜歡的尺寸 Medium and Large 那個尺寸 原本是4900元 再加稅 但現在加了400元 所以要5300元 現在買一個Chanel 所以我覺得真的很貴 這款的袋子通常買得很快 我是Chanel的忠實粉絲 當然我要有一個 這些Lucky Charms的袋子 而且很難選到真的適合心水 真的有這麼多我喜歡的東西在上面 這個就有在上面 還有遺忘了一個 這個是他們的花花 這個 這支影片就完成了 現在也會有一個Chanel的Billy Haul 大家密切留意 如果喜歡這支影片的話 大家可以按讚 訂閱我的頻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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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snapchat Facebook 還有Polla 拜拜 拜拜